HKCEE 012條 現在陳鴻就說有一家公司製造了一種 Waving Device 即是磅重的機器 就是這個 這就是借助一個 他們之間的Moment 即是沒有Net 因為他們之間是沒有Net的Moment 所以就可以借助這個原理去掌握 如果我們有一個項目放在這裏 我們可以調整這個Counterways的距離 然後就可以直到它平衡它的水平 然後就可以知道這個物體的重量 然後我們現在陳鴻就問 以下哪一樣的改變 可以將我們可以量度的Match-HKCEE 是增加最大的 首先要知道背後的原理是怎樣 背後的原理就是 你的Net Moment要等於零 所以我們就 Take Moment About X 在這裏面的Grid 如果我們這樣做的話 我們就會知道 假設我們這個 Object的Mask是大M Counterways的Mask是小M 然後這裡的距離是L1 然後這裡的距離是L2 我們就可以得出一條公式 就是MgL1 就會等於小MgL1 約了G 然後移一移行 我們知道大M 就會等於小M乘L2 L1 我們就可以從中公司 就知道 究竟 那個Mask是多少 Object的Mask是多少 然後我們呢 現在就看回 1就是 將 X的這裏繩 而向A 如果這樣做的話 我們就會將L1 縮小 將L2增大 那如果在這個公式上 L2大了 L1小了的話 整體上 M大M 是會大了的 所以 1是符合我們的要求 就可以令到 相規則增大了 另外2就是 將Counterweight 小M 即是小M 是增大了 那如果在這個公式上 小M是大的話 大M也會大 所以2 應該是對的了 那3就是 他說 要將 這條Counterweight 上面的繩 即是這條繩 的長度增長 那如果這條長度增長的話 在這個公式上 是沒有影響的 所以3是對整件事 沒有影響的 所以3是沒有關係的 即是錯 所以答案應該是 1和2 所以2 1和2 都可以做到 1個 2 3 4 5